2015 外交盘点 习大大外交大步走 42天 1008小时 60480分钟 能干嘛 能追一部喜欢的电视剧 或者把一个游戏打通关 而他 在这段时间跑了14个国家 走过了亚洲 欧洲 美洲 非洲 四大洲 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多实惠 他是谁呢 对 就是习大大 2015年匆匆而过 亮眼的外交成绩单已经成型 一起来看看吧 一带一路 2015年 一带一路可是习大大嘴边的热词 2000多年前 在古丝绸之路上 我们和远方的朋友是这样交流的 习大大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既古老又年轻 是个合作共赢的大朋友圈 大 有多大 连着亚洲和欧洲还穿越非洲 看 这么多小伙伴都点赞了 2015年习大大步履匆匆 每到一处少不了聊一带一路 聊啥 对接小伙伴们的好项目呗 大家商量怎么把蛋糕做当 然后一起分享 咋做呀 不懂了吧 最强大脑们只有心往一处想 劲儿往一处时 路才能越走越敞亮 跟着习大大的愿景 大家以后出门旅行更方便 做生意更easy 每张订单的背后都是满满的就业机会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工作了 海外购物更不用说 想买哪里点哪里 民心也得相通 你来我这儿留学 我去你那儿巡演 心近了才能一路相随呀 和平与发展 要想你好我好大家好 就得和和气气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是个大块头 难免会被多嘀咕几句 但咱敢担当不霸道 太平洋那边的USA 是发达国家里头的number one 这两个大块头做事有商有凉 世界才会更好 一国的事有本国人定 国际上的事大家就得商量着办 2015年 习大大没少在国际会议上 讲中国故事 提中国方案 传递中国信心 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 点学跨界讲故事 习大大还会武术 没错 点学是外交 运用的那可是炉火纯青 中英关系分量重 发展快 习大大专程访英 女皇全家总动员 礼炮马车加国宴 看 黄金时代的大门打开了 习大大还玩跨界 英国内嘎的足球踢的也不错 一张自拍照让多少人羡慕啊 俄罗斯流行的冰球 他也感兴趣 这一年 中国故事习大大可没少讲 从梁家河的变迁 到给世界经济开中药方 外国人就这样读懂了中国 咳咳 此处应有掌声 啰嗦了这么多 大家都明白了吧 今年外交收获多 习大大辛劳头一个 要问明年怎么样 听我下回再细说 你知道吗 我做赛的消息 咳 compens 听我来小겠지만